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中国共产党独裁者毛泽东 为了一己利益所发动的十年内乱 中共被指责不是中华民族 是因为他们在文革中摧毁了大量的中华文物 和篡改中华文化为共产理念 就连从不认错的中共 但小平也在1980年代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 承认文革是一场动乱 因为文革受到全球谴责 同时文革也成为了中共的禁忌 文革十年是毛泽东生命最后的十年 从1966年正式开始 直到1976年毛泽东死去才收场 同时这也是他一生中最具有争议性的十年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毛泽东究竟是神还是罪人 大家好,这里是赵雨霞 订阅我的频道 让你更快达到财富自由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 文化大革命究竟如何深深地影响着中国和台湾 毛泽东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简称文化大革命或文革的主要原因是 毛泽东在1958年发动大跃进 人民公社三面红旗 造成了三年史无前例的大饥荒 导致超过三四千万人死亡 犯下了滔天大罪 毛泽东自我检讨后退居二线 但是他就作贼心虚 唯恐大权旁落 被别人篡党夺权 所以他就要发动一场大清洗 来维持自己在党内和死后的地位 刘少奇是当时毛泽东自己清典的第一个接班人 但因为大跃进反目成仇 当然以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权力 要打倒刘少奇并不困难 但他要打倒的人太多 所以用传统的党内斗争方式没法打倒那么多人 所以他需要搞一种非常的方式 不但把刘少奇 还要把所有刘少奇的体系一网打进 同时给其他大大小小官员一个政策 让他们以后再也不敢有任何非分之想 于是毛泽东就发动了一场文化大革命 起初通过人民的力量 说是要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通过这样的理由来加强自己的皇权 文化大革命的另一个目的是 重新塑造中国人的思想和价值观 让中国人放弃中华民族的文化 使之符合毛泽东的共产主义理念 从而使中共更好地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 在这个背景下 毛泽东派遣了一些红卫兵等群众组织 让他们去批斗所谓的牛鬼蛇身 也就是批斗那些他认为有反动思想的人 批斗就是对不满意的人或是 经过大家的同意 共同把错误的地方指出来 然后摆在台面上 大家一起对这个人或是进行批评 与批评不同的是 批评可以在没人的地方单独训话 但批斗一定要在显耀的地方 而且一定要大多数人都知道 批斗往往采取批判大会 游街 武斗等形式来进行 批斗是文化大革命中很鲜明的特征 而后就很少有人再用这个词语了 文革在开始后的一两年内达到高潮 红卫兵在中国大陆进行全方位的阶级斗争 全国造反派大规模夺权 建立革委会议取代党政机关 共检法体系被摧毁 大规模武斗导致全面内战 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也达到顶峰 1966年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 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和红卫兵 又明确规定破释旧 历史新是文革的重要目标 破释旧就是所谓的旧思想 旧文化 旧风俗 和旧习惯 破释旧运动最初重点在破除某些旧的文化传统和习俗 比如更改商店 街道的名称 禁止某些服装和头发式样等等 人意理智性 是传统文化和国民党的信条 所以哈尔滨室内的五条街 光人 光邑 光礼 光智 光性 改成了光明 光辉 光芒 光耀 和光华 但凡发现行人中穿尖头皮鞋者 红卫军则令马上脱下 赤脚走路 发型显得时髦的就被剪去一块 上海街头的许多西洋雕刻被砸毁 但是在短时间内 破释旧运动就发展到大范围的破坏文物古迹 盲目的焚烧古典著作 捣毁文物字画 破坏名胜古迹 慢慢的还演变成打人 抄家等暴力行动 造成巨大的社会混乱和血腥的红色恐怖 在当时富有就是一种原罪 在文革期间藏指黑五类 也就是地 富 反 坏 右 就是所谓的地主 富农 反革命分子 破坏分子 和右派分子 他们的子女受到约30年的不平等待遇 在文革期间甚至遭遇屠杀 红卫兵扬言要从城市赶走女鬼蛇身 禁止宗教信徒和宗教生活 导致教堂被冲击 强迫圣尼还俗 不许唱传统戏曲 焚烧戏壮 红卫兵也发动了批林凭孔运动 将两位中国古代思想家 林语堂和孔子视为反革命分子 并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和打击 孔子背后是尊为孔圣人 无人不对孔子尊崇有加 就连清华日军在屈腹孔庙处 都肃静而过不敢动一毫毛 破释旧时 屈腹孔庙遭受毁灭性的打击 孔府被封 孔庙树像被毁 孔子墓被产平挖掘 苏集化为灰烬 孔子的76代孙 孔灵仪的坟墓也被掘开 和肥人代代保护 代代记少的包金天墓 也毁于一旦 全国最大的道教圣地 老子奖金台籍周围 近百座道馆被毁 北京在1958年第一次文物普查中 保存下来的6843处文物古迹 仅有4922处在1966年的89月间 全部被毁 烧毁古书字化3600余册 历代石碑1000余作 其中包括国家一级保护文物的 国宝70余剑 正版数集1000多册 这些文物古迹成功逃过了几百年的战争 就算被外国人侵占时也会保留当地的历史古迹 但是最终却毁于自己中华的后代手中 真是讽刺 就连偏远的新疆 文物古迹也受到冲击 新疆图鲁藩附近火焰山上的千佛洞壁画 是珍贵的艺术品 曾被刀割卖于西方鹅、鹰、德等商人 但运到国外的壁画被博物馆正常 保存完好 在破四旧中却将剩下的壁画中的人物的眼镜挖空 有些壁画用黄泥水被涂抹得一塌糊涂 这些保留千年的壁画在一瞬间成为废物 连万年历 家族中卜也被视为四旧 仅湖北通城县焚毁的十万余册古书中 就有14580本是民间家族中卜 而这些还只是一小部分的例子 毛泽东为何要破四旧 没了文物这个传统文化的栽体 他就可以任意篡改历史 灌输谎言 毛泽东自称超过秦始皇百倍 从毁灭传统文化的角度看 他真不是瞎说 真的比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还厉害 会员福利再升级 我们添加了更多不同系列的影片 全都专属于频道会员 早加入频道会员 就能比其他人早学习 现在马上点击加入吧 文革史中国第二号领导人 国家主席和中共副主席刘少奇 变成最大的走资派 于1969年被虐待致死 走资派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文革中 以保卫中共党的民意进行的抄家 强暴性侵 酷刑杀人的案件不变发生 并得到中共当局的纵容 支持和赞美 北京在1966年8月间发生8月杀戮 秉承毛泽东旨意的红卫兵 对被称为黑武类的人家 实行斩草除根寺的屠杀 在北京市有1772人被红卫兵打死 其中最大的80岁 最小的仅38天 其中包括很多学校的老师和校长 另有至少33,695户被抄家 85,196个家庭被驱逐出北京 诸多地区发生了大屠杀 包括广西文革大屠杀 及大规模仁次人事件 内蒙古万人死的内人党悲剧 广东文革屠杀 云南文革屠杀 和湖南文革屠杀等 文革期间 黑武类持续增加为黑酒类 增加了新标签 叛徒 特务 走资派 知识分子 所以在文革中被虐杀或被迫害致死的 也包括了著名专家 学者 艺术家 有知识也是一种原罪 而且也包括成千上万的中共各级干部 只要不是毛泽东的阵营 通通铲除 由于当时信息管制严格 各种资料和数字都难以准确统计 文革中的非正常死亡到底是多少人 恐怕要等中共机密档案公开后才有定论 但可以肯定的是 被迫害的人数超过1亿人 文化大革命能顺利执行 就是因为有两帮人 第一 红卫兵 他们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一支青年组织 主要由中学生和大学生组成 他们是毛泽东的支持者 被毛泽东视为他的力量源泉 在文化大革命中 红卫兵被视为革命的先锋 负责推动文化大革命的实施 难道当时没有警察控制局面吗 1966年12月 江青在接见红卫兵时说 公安部 检察院 最高人民法院都是从资本主义国家搬来的 建立在党权之上 竟然监察到我们头上了 整理我们的材料 他们这几年一直是跟毛主席相对抗 我建议公安部门除了交通警 消防警外 其他的全部由军队接管 此后最高人民检察院受到冲击 并且迅速蔓延到全国各级检察机构 大批公检法部门的工作人员遭到迫害 这就是杂烂公检法 当时获得毛泽东的支持 所以当时的情况就好像无政府状态 都是由毛泽东一人说了算 随着毛泽东去世和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红卫兵也随之消失 第二 四人帮 文革史毛泽东的妇人江青 和本来名不经传的王洪文 张春娇和妖温元成为全清一时的四人帮 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涉及了许多罪行 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 煽动暴力 四人帮通过各种方式 煽动学生和红卫兵等群众组织进行暴力革命 制造了许多混乱和骚乱事件 二 违反宪法和法律 四人帮以极端的政治手段 推行一系列政治运动和政策 违反了中国宪法和法律 损害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三 滥用职权 四人帮利用自己的权力和地位 打压异己 迫害政治对手 滥用职权 四 制造罪名 四人帮经常无理制造罪名 将许多人打成反革命 资产阶级分子 组织派等 打压和迫害了许多无辜的人 毛泽东死后 四人帮也因此成为中共的阶下囚 江青最后在狱中自杀 好消息 我将免费送出 价值199美金的YouTube赚钱精华课 给首30位小米 马上点击以下链接报名上课 文革的主因是毛泽东要夺权 那为什么毛泽东在文革前会被逼退治二线呢 因为他饿死了中国3600万人 墓碑 中国60年代大饥荒祭食艺术 被认为是有关大饥荒最详细和最权威的记录之一 作者参照中外多方面资料的研究说明 从1958年到1962年期间 中国饿死3600万人 经济饿死得出生率降低 少出生人数为4000万人 这次事故被广泛视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饥荒 也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人为灾难之一 中共至今没有把大饥荒发生的原因告诉中国人民 许多人仍然相信中共50多年来的宣传说 大饥荒发生的原因是三年自然灾害 大饥荒亲历者香港作家张成爵指出 中共的宣传完全是一派谎言 他说那三年是正常的年景 根本不会产生大饥荒 而会发生大饥荒的原因 就是毛泽东一个太理想主义的决定 大跃进 大跃进就是在1957年11月 毛泽东在莫斯科提出要在15年内 刚产量赶超英国 并在20年赶上美国的两个目标 这就是超英赶美的口号 后来内部不断将赶超英国的目标缩短为7年 5年 以及3年 再后来就是全民念钢的大跃进 1958年8月 中共正式决定1958年的钢产量 要比1957年的520万吨翻一倍 达到1070万吨 这是一个严重脱离实际的高指标 为了在剩下了4个月的时间里完成600万吨的钢产量 前8个月只生产了钢400万吨 全国掀起大炼钢的群众运动 动员9000多万人上山砍树挖煤 找矿炼铁 建起几百万座小土高炉 降低生产标准 用土法炼铁炼钢 甚至把家庭做饭用的铁锅和其他铁器砸碎 用作炼铁炼钢原料 经过几个月的满干 到1958年底 总共生产钢1108万吨 合格的钢只有800万吨 其余的根本无法使用 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 造成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 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 以及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 由于大批农村劳动力被占用 当年粮食等主要农作物风产度丰收 人民生活开始发生严重困难 第二大跃进的产物 就是公共食堂 中共要尝试推行共产主义 所有个人财产和个人债务都一起分享 土地是政府的 农作物也是政府的 食物分配上完全实行供给制 谁要吃饭就去公共食堂 最重要的是 食物还是免费的 广大农村一下子涌现出数以百万计的公共食堂 到了年底 全国共办农村公共食堂 340多万个 在食堂吃饭的人口占全国农村总人口的90% 这种强制性集体化 而且吃饭不限量 不要钱的做法 立刻造成了粮食的极大浪费 很快就触发了粮荒 农村人还被禁止饲养家庭和猪羊 他们既丧失了拥有滋留地的权利 也失去了在家里做饭 吃饭的权利 难道毛泽东真的不知道粮食不够吗 他可能真的不知道 这是因为官员们虚报粮食产量 不敢回抗毛主席的目标 从58年开始 首先是湖北省先提出来母产1万斤 之后大家攀比 越催越高 最后天津东郊的一个生产队 竟然提出他们的母产达到12万斤 大跃进浮夸 说母产上万斤结果根本没有 但产量爆高了 粮食的增购比例随之猛增 结果把农民的口粮 种子 饲料都拿走了 由于报告粮食多 毛泽东还担心粮食多了怎么办 大家大吃大喝了几个月 结果最后再也拿不出粮食来 这都是造成饥荒的原因 因此从逻辑上来说 大饥荒是大跃进的一个直接结果 大饥荒主要是人祸 而不是天灾 直至今天 中共官方媒体还用三年自然灾害 三年困难时期等时来掩盖大饥荒的真相 为什么官员们当时不敢把真相告诉毛泽东呢 毛泽东在大跃进之前的1957年通过反右运动 残酷镇压了党内外敢于发表不同意见的知识分子和干部 选中国大陆有552,973人 被直接划为右派分子而遭受全面迫害 此后 中国大陆进入了有中国共产党实质性一党专政 甚至是毛泽东一人独裁的时代 民主政治建设遭受严重破坏 反右 大跃进 大饥荒 文化大革命 说到底 一切的祸根都是毛泽东 1962年1月 面对亘古未有的大饥荒严峻形势 中共召集了7000人出席的中共中央会议 这大会又称7000人大会 会议主要讨论大跃进及大饥荒的问题 以唱批评和自我批评 以及民主及中制 会议期间 中共中央副主席兼国家主席刘少奇 将三年困难时期的大饥荒成因 归结为三分天灾 七分人祸 毛泽东则在会上做了自我批评 7000人大会后大饥荒的问题有所缓和 毛泽东退居二线 由刘少奇 邓小平等人主持中央日常事务 7000人大会上讲话最大胆的不是刘少奇 而是政治局委员 书记彭真 彭真在会上说 我们的错误 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 包括主席 少奇 和中央常委的同志 该包括就包括 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 毛主席也不是说什么错误也没有 三五年过渡 时常都是毛主席批的 我们对毛主席不是花钢炎 也是水尘炎 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马峰 也是泰山 拿走极顿土 还是那么高 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 不敢提意见 不敢检讨错误 一检讨就垮台 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 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 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 从毛主席直到支部书记 各有各得账 彭真的这番讲话堪称石破天惊 当时毛泽东对这番批评没有公开的表示 四年之后 毛泽东一发动文革 首先决定打倒了便是掌控经济的彭真 在七千人大会上 毛泽东的威信在一定程度上受损 对此他是不会甘心的 但是毛泽东开始正式退居所谓的二线 养金蓄瑞准备发动文革 据文江青在文革初期宣称 七千人大会憋了一口气 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这口气 显示毛泽东对七千人大会的不满 1976年9月9日 毛泽东去世 10月6日 四人帮被粉碎 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 但小平上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领导人后 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 大量平反冤假错案 1978年后的数年内 全国平反的案件达300多万件 并特别为刘少奇 彭怀德等在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的 中共中央领导人举行追悼会 彻底平反 恢复名誉 1979年起 数以千万计的黑五类成员及家属 获得平反或灾贸 消除了身份启示 但有两项邓小平的决定备受争议 一、天安门城楼上依然保留毛泽东像 天安门广场上兴建毛主席纪念堂引起民众争议 二、邓小平坚持要求对毛泽东做出功大与过的评价 并将文革的大部分责任推给四人帮 1976年10月 四人帮的案件在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开审理 毛泽东妻子江青被判处死刑 张春娇、姚文元和王洪文被判处无期徒刑 在随后的执行中 江青自杀身亡 其他三人也在狱中度过了余生 四人帮的垮台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在文革期间 毛泽东掌握着绝对权力 应当负上最大责任 其实现在的中国也在无声的文化大革命中 80和90年代 中国大陆一度还有相对自由的讨论 尽管有关文革的讨论被邓小平射线 不能提及 更不能追究毛泽东频繁发动政治运动草坚人命 给中国反复造成灾难的罪行 但进入21世纪之后 尤其是中共领袖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 文革的话题在中国大陆成了政治竞技 中国公众通过互联网提及和讨论有关的话题会被封杀 文化大革命可以简单的说 就是毛泽东在发动群众的名义下 把他的政敌刘少奇 邓小平一个一个的打倒 然后把国家的最高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上 成了实际上的皇帝 现在中国也面临类似的问题 习近平以反腐败的名义 在政府和军队中进行清洗 把权力集中到自己的手里 然后又破除了最高领导人的任期限制规定 使他自己获得了最高权力职位终身制 习近平这些大权独揽的做法 可以说是跟毛泽东一模一样 习近平把自己的思想写进中共党章和中国的宪法 明显就是要恢复毛泽东的那一套个人崇拜 习近平思想在他统治下的中国成了新时代的真理 成了真理的唯一权威代表和阐释者 当大陆三河被染红 几亿人被卷入疯狂的文化大革命政治运动时 蒋介石在台湾展开了一场影响深远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 以反制文革对中华文化的摧残 50年前迥异的两场运动造成了如今两岸华人的巨大差异 台湾定于每年11月12日为中华文化复兴节 这天也是国父孙中山诞辰日 在60年代推行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的政策下 台湾在当时从小学教育到大学的入学考试 以及政府的公务人员的考试 都大量强化了学习古典中华文化的相关科目 尤其是以孔子为主的儒家学说 受到特别的推崇 原因也是因为中共当时为了政治上的斗争 进行所谓批邻批孔的运动 把孔子的儒家学说打成反动派的文化 蒋介石为了反抗中共对孔子学说的打压 在台湾成立了以维护孔子学说为使命的孔孟学会 也以复兴中华文化为教育的目的 成立了中国文化大学 以进行中华文化的发展和研究之任务 值得一提的是 国民政府退守台湾时 把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重要文物都搬运到台湾来 如果当初没有带走这批文物 他们就极有可能要在文革中被毁掉了 因此1949年之后 中华民国就等于中华文化 这是全世界认可的 而中华文化也是中华民国能与中共抗衡的软实力 台湾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 使中国传统文化在台湾得到了极大保留 为台湾几代人打下了良好的国学基础 也使得台湾的文学底蕴 人文人情如今成为全球游客的向往 这也是台湾最重要的软实力 中华文化是中华民国的存在意义 感谢加入会员的小米们 还没加入的,马上点击加入频道会员 观看会员专属影片